大山深处,巨大的岩石裸露地表 纹理独特,形状怪异 这的花婆,我们把路一清理 哎呀越挖越好看 有人说他们是古代巨龙的鳞片 有人说他们是古海洋的遗迹 奇怪的龙林石如何形成 其实之后,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生活的地球,地质景观数不胜数 它们有很多已经存在了千万年 而自然界的风霜雨雪以及地质运动 还在不断的制造出新的地质景观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在距离汶川400公里左右的陕西省汉中地区 就发现了一处非常独特的新的地质景观 2008年5月12日 四川汶川的大地震震惊世界 地震发生后 在距离汶川400公里的 位于川山交界处的汉中市礼品厢的村民 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大家看到 由于地表部分山坡上的土层垮塌下来 一些临军斑驳的怪石露了出来 老百姓们发现 这些怪异的石头体积庞大 连名成片 最独特的是 石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鳞片一样的纹理 乍看上去 十分酷似传说中的巨龙的鳞片 于是当地人叫这种石头为龙鳞石 那么这样的石头到底在地下还有多少 当地人带着好奇和敬畏的心灵 开始小心翼翼地跑挖 这一挖大家发现 这样的石头在土层下竟然分布有两三千平方米 形象未为壮观 而大的龙鳞石 有不少形状貌似传说中的龙匍匐在山间 于是老百姓口口相传 这就是古代神龙出没之地 故而这个地区被大家叫做龙山 关于黎平发现龙鳞石的消息引来了专业人士的关注 吴承基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他最初看到龙山的照片时 他认定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地质景观 同时他推测 照片上的岩石应该属于沉积岩 沉积岩形成于远古时代的海底和湖底 是由泥沙和生物遗体沉积而成 沉积岩的特点 是不同年代沉积物的属性不同 显现出层里分明的特征 而这张拍自龙山的照片上的岩石 具有这一特点 然而当吴承基看到第二张龙鳞石的照片时 他对之前的推测又产生了动摇 这张照片的龙鳞石看到明显的层里 却布满花纹 为什么同一区域内岩石形态如此多变 龙鳞石到底是什么岩石 上面的纹理是怎么形成的呢 吴承基决定要前往龙山 对龙鳞石进行考察研究 2010年12月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吴承基从西安出发 前往礼品考察 在路途中吴承基说 当初在看到龙山骑士之前 他一度推测 奇特的龙鳞石应该源自于远古海洋的风暴潮 吴承基 山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持成导师 当时我考虑说这个是不是一种 与风暴沉迹有关的岩石 吴承基说 风暴炎往往会在岩石的表面 留下非常复杂错落的纹理 就是他沉寂以后没有完全固结的时候 他不是沉寂在海里面吗 半固结状态 海里面这个气风浪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会把这些半固结的这样的一些 泥山 这些太坎盖的沉寅 给你怎么办 给你搅乱 搅乱 打碎舱 一块一块 就是一块 最后沉寂下来 这是一种风暴炎 那么龙林石会不会是在远古的风暴潮中产生的呢 它又是在什么地质时期形成的呢 时至冬季 一场大雪把道路变得白茫茫一片 一路上 大家都在担心 能否目睹到龙林石风采 快到目的地时 一个崖壁前 吴成基突然停了下来 他说 眼前的眼币 曾为他的科考提供了测度 这巨鉴已经五到六亿年前形成了 五到六亿年前 五到六亿年前了 根据什么 我问您说它是五到六亿年前形成 古生物 根据古生物的发展 最后这样子 不算出来 另外还要加上这个 用同一层年来进行 吴成基介绍说 这个高286米的崖壁 是由上百层沉寂岩构成的 一层一层的 这实际上都记载着 但是它形成了一个地质发展的历史的 古地的环境什么的 都在这上面记载 当初经过考察研究证实 崖壁只有距今五到六亿年前的沉积岩构成 吴成基由此得出警论 整个离平地区当初是一片海洋 从沙岩 叶岩到石灰岩 走进物质慢慢越来越细 所以它就是一个 主要是这个地方 陆地在不断下降 海水不断地升 你别说那石灰岩就是什么 你看 石灰岩是哪一样 你看那个白白那个厚厚那个东西 在亿万年前 这里曾是一片海洋 这与吴成基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为吴成基先前猜测的龙林石 是在海洋环境下形成风暴炎 那么龙林石的身世 是否如此简单呢 雪上道路异常适华 一行人的前景非常困难 接近龙山时 大家惊喜地发现 这里的积雪开始变薄 到达龙山后 我们看见龙山积雪已经退去 当地人介绍说 由于前一天开始放行 处在大山南面的龙山的积雪 迅速融化 就让设置组得以目睹龙山的全貌 记者在山坡上看到 整个龙山是由几块巨大的岩石构成 崎岖不平的岩石处处显现出 吴我龙的景象 而走到岩石上房仔细端详 果然见到 石头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纹理 酷似龙身上栩栩如生的龙林 吴承基说 当初他第一眼看到这些岩石上栩栩如生的文理石 马上否定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不是什么 不是这个 风暴岩 风暴岩 跟那个风暴沉寂那个环境不太一样 这个看来与那个还没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关系 一个我们看一看 这个里面这个块比较大 而且这个块呢 在很多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拼起来 像这个跟这个 拼合到一块 它就不是有个整体吗 那就说明什么 它裂开的时候 它没有经过海水的大的扰动 还有这样 如果说风暴的话 一下吹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平和不到一块 没有这种平和现象 被称为龙林石的岩石 看似被文理打乱分割 但具有规律性分布 这与表面文理杂乱的风暴岩大不相同 既然不是古代大海中形成的风暴岩 那么岩石上面的文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又形成于什么时代呢 吴承基开始在山坡上寻找起来 很快他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痕迹 你看这些小的一些 小的一些生物的一些碎片 这多的痕 你看就这一块 多的痕 这都是未拍了 紧接着更多奇特的痕迹 也陆续呈现 这也是一个 这个长度大概有五六十厘米了 然后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 吴承基只给摄制组看的 这条条状痕迹是什么呢 中华真在讲实 这地方就是看到了一个 中华震担角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横 这样的切开的一个庙 吴承基告诉记者 眼前的痕迹是属于稀有的 海生无脊椎动物的化石 叫做震担角石 目前所知 这种化石仅产于中国 所以国际地学界将它命名为 中华震担角石 它是四亿五千万年前 一种海生凶猛食肉动物 这种动物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 只是昙花一现 但是 它们的外壳却历经无数年代 保存了下来 埋藏于坚硬的石灰眼中 由于震担角石 形似宝塔 因此发现它的岩层 也叫宝塔灰眼 由于中华震担角石 存在于四亿五千万年前的海洋沉积眼中 这让吴城基确定 龙山的形成 同样是在四亿五千万年前 由此地质年代得以确定 那么龙山岩石上的林状纹理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的梨平乡 有这样一片石头的海洋 它上面酷似鳞片的纹理 格外吸引地质专家的注意 地质专家吴城基最初以为 这是在古代海洋中形成的风暴眼 然而到达梨平后 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推想 吴城基说 这种纹理在地质学上 叫做网纹状结构 那么这网纹状结构 是如何形成的呢 关于这个纹这个形成啊 现在有不同的看法 在早期的时候 有人称它为是 人为是干脸形成 所以干脸就是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现在龙田里面 由于太阳暴晒缠的泥裂一样 吴城基介绍说 在最初发现 带有网纹状结构的石灰岩石 一些地质学家曾经认为 这是在古老年代中 还未完全固解的岩石 露出水面后 经太阳暴晒 形成了干裂缝 然而吴城基不同意这种说法 首先如果说是干裂纹的话 那么它可能是就像咱们农田里面那种 干裂纹产生的时候 它往往从纵旁边上看 它这个蝎形 就是表面上开壳比较大 往下开壳越小 慢慢它就没有了 它这一直下来 上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宽度 就是现在一般认为 它这个不是那种干裂形成 不具有那种干裂纹的那种 裂缝那种纵泡面的那种形态 吴城基说 阳光风雨作用形成的干裂缝 应呈现西形 缝隙从上到下 由出到西逐渐消失 而隆林石的纹理宽度均匀 并且贯穿整个岩石深层泡面 因此吴城基得出结论 隆林石的纹理不是干裂形成的 那么它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神秘绅士呢 更奇特的说法说 这都是这些虫爬过的痕迹 关于网文状结构如何形成 吴城基告诉记者 还曾经有地质专家认为 是地质年代中 海洋如虫觅食过程留下的爬行痕迹 而这一说法 吴城基依然不能认同 我们所看的虫鸡 不像这个样 它也往上在层面上 有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 这么厚的这个地层上 全部都有这东西 有这裂缝 那这要多少虫爬呢 地质专家吴城基考察的这个地方啊 叫龙山 他关注的石头 被当地人称作是龙林石 都离不开一个笼子 可见当地老百姓啊 对这种布满条纹的岩石 是充满了神秘感 那么龙林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吴城基经过研究啊 先否定了龙林石 是由这个古代海洋风暴形成的 接着呢 又否定了自然干裂和虫计化石的这种推断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 吴城基开始一步步 激开龙林石形成的 在细细观察 宝塔灰岩上的网纹状结构后 吴城基有了一个发现 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 扛多一些泥质的冲田 冲田的一些 你看这都比较 一扣就扣下来一些 就主要是一些泥质的东西 这是个块铁啊 这个碎块比较硬 但是它这个 冲田这个物质就比较松软 吴城基发现 这套石灰岩上的纹理中的物质 与岩石整体的质地有所不同 泥质成分很高 为此他做过检测品发现 这些泥质成分 与石灰岩形成于同一时期 都是距今四亿五千多万年前的产物 吴城基说 陈基岩含有较多泥质 不可能形成于深海 这表明在四亿五千万年前 这个地区是一片潜海环境 吴城基的这个推断是否成立呢 记者在中国科学院的张国伟院士处 得到了证实 照顾生态 华北或杨兹啊 或者南方 他们还是想跟非常远 该如大样 那咱们汉中 或南方这个地区啊 应该是属于杨兹路块里边的 就属于杨兹板块 想北服从国城当中 他的一个大陆边缘的后端面 是一家的地区的 张国伟告诉记者 在距今四亿五千万年前 整个中国大陆 还是各自分离的几个地块 这些地块缓慢的聚集 而如今的陕西地区 就处在两个地块的交汇区 当两块陆地交汇时 海水变迁 并最终退去 而这一时期 陆地上的河流 会把大量泥沙带到前海中 形成寒泥较高的沉积层 正是这样的特殊岩层 形成了如今 离平龙山特殊的 网文状的龙林石 那么寒泥至较高的石灰岩 又是如何形成 这些美丽的纹理呢 目前看起来 比较公认的一种看法 这叫水下收缩 吴城基说 水下收缩是目前大多数地质专家认同的 关于石灰岩上网文状结构 如何形成的一种观点 这套陈旧 是从陆地上 给带来的 陆地上不是有一些 石头不断被这样一个流水 所这样一个品石 就会带来大量的一些碎屑物质 流水搬运了含有矿物质的碎屑物质 同时也带来了泥沙 一起到前海 形成含有泥质的碳酸钙溶液 慢慢沉起 那么这样一些多的泥和碳酸钙 混合到一块的这个溶液 就成为一种胶体状态 胶态的东西 就好像胶水 状态像胶水一样的 我们把它凝胶态 在稳定的前海水体环境下 来自陆地的各种矿物质沉积物 连同海生动物和泥沙 共同形成了一种凝胶状态物质 沉积在前海中 那么当它沉积了以后 上边不断地在有沉积的时候 不断在有沉积物沉积的时候 你想一想 早期的沉积的这样一些物质 是不是要被压缩它 而且我们在宝塔走这套沉积物 下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硬的石头 无成技术 水下凝胶态物质 受到来自上面沉积物 和下面延时的挤压 体积开始收缩 好了 上面压它 然后这样一套沉积物 下面又有一个更硬的东西顶着它 它是不要被压缩 压缩工程中就像我们压海绵 海绵里面水都跑出来了 原来比如说 大家这些指点都在一块 我们每一个人 这些都是像一个指点一样的 好 如果一压缩以后 有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颗粒之间 我们这个吸引力怎么办 就大了 就靠到一块了 一收缩 靠到一块 靠到一块以后 这就有个缝 这边靠到一块 那边人靠过去了 中间就拉开了 就形成一种收缩缝 就叫收缩裂缝 在脱水收缩的过程中 呈凝胶态的物质产生裂缔 而更多在脱水过程中挤压出的水分 连同泥沙又通过裂缔排出 这是在压缩脱水状况下 所形成的一些裂缔 而这个裂缔形成以后 又会把更多的水 沿着这个裂缔又给排出来 那么当水排出来的时候 水就把一些泥脂的成分怎么办 也给带出来 而这个泥脂成分怎么办呢 一部分泥脂的成分 可能又充填到 其他的裂缔里面去了 接下来 吴成基做了一个比喻 隆林市的经成过程 很像是榨甘蔗 他说 甘蔗受到外里挤压开裂 糖分和水分从内向外吸出 吸出的水分蒸发后 吸出的糖分会附着于甘蔗裂缝处 而隆林市的花纹 以及填出在其中的泥脂的形成 与这个过程很相似 吴成基还介绍说 当初这套沉积岩刚形成时 是一整块表面平坦的岩层 并不是今天所看到的景象 那么这套形丝卧容的奇特地貌 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龙山旁边的一条小河边 吴成基告诉记者 龙山地貌的经常 是在海水退去之后 那之后 自然界的风鸣 开始扮演雕塑师的角色 这是沿着这个 这石块岸这个层面 水呢 就沿着这个裂缝 是不是不断地要切这个 不断地要融食这个裂缝呢 所以实际上就 我们再大的 再大的一些裂缝峡谷 最初都是流水 都是这样的形成的 所以那个保塔会组 你都是这样形成的 要配合上地铁在台上 就这个地面要往上升 地面往上升的时候怎么办 它这个河流就要 向下进行浅室 不断浅室 这是最初的 可以说再现了一个 流水对沟谷浅室的一个 最初的那些阶段的东西 无成吉所 在地桥抬升的过程中 这套网纹状结构的石灰岩 受到外里的挤压 产生结理 加上流水的溶饰 令这套本来 接近水平状态的沉积岩 形成了数不清的裂隙和钩缝 实际上这些方向 是有沿层的一种结理 结理就是我刚刚说的 是微细的一种剖裂 地桥运动的一种立着以后 产生一种微细的剖裂 那么在这个岩上 像这样一个方向的 这个微细的剖裂特别多 所以这个流水流下来以后 它往往岩这个微细的剖裂 它就流下来了 所以逐渐逐渐 这样一个列系 比加深加宽 就形成一种融饰动 这样一个生活 无成基础 龙山的形成分成两大阶段 海象环境中 形成了龙山地貌的母体 雕刻出龙山龙林史 独特的网文状的岩石特征 而日后 录像的环境中 大自然千万年的风雨 又雕刻出龙山地貌 崎岖多变的外在形态 雕造出 俗称的雾龙神态 黎平的这一独特的地质景观 为地质工作者 研究陕西地区的地质演变 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和参照 在吴成基和众多的地质专家的努力之下 这龙林石啊 所在的陕西黎平地区 被批准建立为省级地质公园 吴成吉说了 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 在这个地区还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 它们均形成于四亿到六亿年前的古海 非常珍贵 吴成吉说 龙林石之谜 只是他研究的初步 更多的远古之谜 正在等待地质专家去解读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王乌山 中原大地一座名山 高大雄伟 气势磅礴 千百年来 它被赋予无数动人的传说 大鱼治水 鱼躬移山 让人心潮澎湃 然而更不传奇色彩的 这是隐藏山中鲜为人知的地质奥 山的素数 地理中国 下期